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人生娃娃 很久很久以前,在北方的深山里有一个村子 这地方被一个既贪心又很多的财主拔占去了 这个姓胡的财主,大家都叫他胡八皮 他家里有个小长工叫小虎子 年纪小小,胡八皮就拿他当牛使唤 白天黑夜,什么重活都让他去干 可是胡八皮还是觉得他太懒 这一天,胡八皮让小虎子下山去打水 水井在山脚下,挑凉桶水来回救的好几个小时 天色渐烂,小虎子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上一口饭 不禁觉得上山的每一级十梯都有一座大山那么高 胡八皮可不管,他嫌小虎子动作太慢 远远就在家门口大妈 我还以为你淹死在井里了呢 再一看,水桶不满 坏心肠的胡八皮气得着跳脚 快去挑,今晚如果不挑满十大缸水 我非打死你不可 十桶水才能灌满一大缸 十大缸就是一百桶 按一次挑两桶算 小虎子来回地跑五十趟 于是,山下深井旁的鹿鹿声响了一夜 天快亮的时候,小虎子来到井台 看见一个白白胖胖穿着红兔兔的娃娃正在打水喝 当心啊,小兄弟 小虎子快步跑上去把他抱了下来 当心掉进井里啊 你的爹妈呢,你家在哪儿 胖娃娃一直睁着大眼睛望着他摇头 头一摇,头顶上那只冲天辫也跟着左摇右摆 小虎子打出一桶清烈甘甜的水 谢谢你小哥哥 胖娃娃终于开口说 他咕嘟咕嘟喝完水 像丛林里跑了几步,一闪就不见了 小虎子没有在意这个奇怪的孩子 继续劳动,直到把水缸挑满 其实这一晚,胡八匹也没睡好觉 他想,小虎子肯定完不成任务 恨不得一下子就到第二天早上 理直气壮地把小虎子痛打一顿 所以天一亮,胡八匹就醒了 他偷偷在厨房外一看 呵,小虎子推着石墨睡着了 他高兴坏了 他踮起脚,轻轻地来到小虎子身旁 突然抽出烟杆,狠狠一打 小虎子身上疼啊 他拼命逃出胡家 坐在井台边默默地流着眼泪 直到深夜 一到红光之后 上次药水喝的胖娃娃又出现了 他调皮地拉着小虎子的胳膊 邀请他去家里玩 我家在万花谷,那里可好玩了 你跟我来嘛 万花谷是什么地方 小虎子大出生起就在这山里 却从不知道有个地方叫这么好听的名字 小虎子跟着胖娃娃走啊走 走到一座悬崖边 朝下面一看,深不见底 朝对面一看,宽不见暗 胖娃娃唱道 小子腾快快长 变成梯子呀宽又长 小子腾快开花 迎接小哥哥呀到我家 悬崖边的古树上果然伸出一条紫色的藤腕 见风就长 一直长成一条结实的藤梯 又开了大朵大朵紫色的花 美丽极了 小虎子他们跳上去 子腾懂事地把他们送到谷底 这真是个奇异的山谷啊 花朵的脸儿比人还大 树木比村里最古老的老人家还要老 石头像湖水一样洁白 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 小虎子不由自主地忘掉了不久前的那场毒打 忘掉了凶狠的胡八皮还在到处找他 胖娃娃自在地在花朵上跳来跳去 把树藤当滑梯 和小虎子捉迷藏 小虎子怎么也抓不住他 他们开心地玩了一晚 临走时 胖娃娃从小辫子上摘下一粒闪着红光的种子 唱道 一小种子快发芽 长绿叶呀开红花 长出人参白又壮 白白的须子满身花 唱完 胖娃娃一头钻进泥土里 出来时 手捧着一只长得像人一样的人参 说 小哥哥 把这个给胡八皮 可以还你家欠他的债 人参如果长得像人 至少得长几百年 吃了它可以起死回生 延年一寿 这可是买都买不来的西式之报 所以第二天 当小虎子捧着它去找胡八皮时 胡八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是从哪偷来的 快说 我从来不偷人家的东西 是林子里的小娃娃给我的 林子里的小娃娃 胡八皮吃了一惊 那小娃娃呢 她给了我东西 就一个跟头翻到地里不见了 小虎子老实地说 从胡八皮奶奶的奶奶那里就流传着 长了千年的人生会成精 没人的晚上会从地里跳出来乱跑 样子像人家五六岁的胖娃娃 胡八皮兴奋地大叫 那是人生精呀 吃了会长生不老的 你为什么不捉住它 献给皇帝可以做大官发大财 你只要抓住它的小辫子 小虎子冷冷地看着这个贪得无厌的坏蛋 说 债还了 我走了 胡八皮一想 可不能让小虎子走了 还得让他带路找人生精呢 于是他笑嘻嘻地拿出蒜盘 剥了剥上面的蒜珠 说 好好 从前你爹欠我的债 加上五十年的利息 算你还清了 可是 还有你爷爷欠我老太爷的钱 你爷爷的爷爷欠我老老太爷的钱 这个胡八皮 明摆的就是在耍赖 你只要把那个小娃娃找来 这些钱就能一笔勾销 我还要另外赏钱给你 胡八皮抓起一把增量的钱币 送到小虎子的眼皮底下 可小虎子看都不看一眼 胡八皮只好把小虎子关进柴房 深夜 小虎子看胡八皮的房间灭了灯 就偷偷地溜了出来 找到记忆中去万花府的路 他急匆匆地赶着路 非要把这个坏消息告诉那个小兄弟 让他快跑 可是 小虎子不知道 狡猾的胡八皮正跟在他身后 只等着他把人生娃娃叫出来 就上前一把钻住人生娃娃的小辫子 他们与胡八皮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 只打得天变了颜色 花儿紧张地捂住了脸 最后 人生娃娃一个跟头钻进了泥土里 胡八皮跟着往下跑 泥土松动 巨石坠落 把这个最大恶极的坏人压在了底下 善良勇敢的小虎子自由了 如果哪一天 你在山里碰到他 他也会邀请你去万花谷 和人生娃娃一起玩了 我会邀请你去万花谷